森文教法他自己就认为他的捏盘有两类 一类叫有余捏 有余一捏盘 或者叫有余捏盘 有余 有余 有余捏盘 一类就是无余了 无余 无余捏盘 那么森文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分成有余跟无余 很明显地看出森文的态度 他什么态度 他说我正捏盘 你比如说当年的涉利佛穆建年 他们都神通智慧 第一 他们是师兄弟 早年以来 外道的时候就是师兄弟 结果他有一次已经正捏盘 大阿罗汉 是涅槃像是具有阿罗汉的功德 对他们来讲所作皆半 不受后有 不再受后有了 那所作皆半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次 他们年纪也大了 那么在一个山谷当中 从脱坡吧 走进路吧 理由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就在那个地方 可能人烟不多 遇到了外道 而且居然 注意听 居然是仇人外道 阿罗汉也有仇人 过去结的因缘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多少是他可能讲经说法 触脑的外道还怎样 哇 阿罗汉不惜触脑外道 而讲经说法 了不起 我们看一个人 我们看一个人所遭受的业力 跟遭受的挑战 差不多就可以反抗一个人的性格 跟一个人的勇气 或一个人的道德勇气 或者一个人的价值判断 他其实是因为讲经说法 惹脑了外道 但他明明又那么有智慧 又有神通 又变才无碍 结果那外道 变书他们 气得牙痒痒 结果就怎么样 恶向胆边生 居然嘴巴耍不赢人家 居然怎样 在那个山谷当中 就追过去 棒打这两位胜者 哇 洞出啊 居然可以这样 让他叮叮叮叮叮打 是打到死 打到那骨头都断掉 哎呦喂呀 可以这么狠 你想想看 阿罗汉会跟人家结什么仇 有仇到要人家打断他的手脚 就这样瘫在那 打完了 信信然离开 那个外道信然离开 他神通才恢复 然后用神通力定力 就像那卡通鱼片有没有 人这样碎掉 他可以结合起来 完全真的是这样 他用禅定力 恢复那个骨头衔接 然后就走回来 走回来说还是痛啊 然后就跟弟子们就知道 他有多少弟子啊 他就敷啊什么 赶快擦什么呢 这个伊诺菲伦精油 做植入性广告 那精油很管用 赶快擦 人家就开始怀疑 他就问他 尊者啊 你老人家有神通 什么情形 什么情况 怎么被打成这样 那些佛弟子真的很可爱 他们没有说 谁 仇家在哪里 咱们好了就跟他报仇 那是武侠小说演的是这样 人家佛门里才不这样 就知道是业力所感 他就问他说 尊者你有神通耶 那怎么会这样 你知道尊者怎么说 业力所感 神通不起 神通第一哦 他说业力现前的时候 神通起不来 打完了 业力消了 神通回来了 然后叮叮 就可以走回来 阿罗汉 连这种大阿罗汉 都还有这种过去的业力 跟现世的恶元 过去业力加现世恶元 才能这样 那你想 这位阿罗汉觉得怎么样 周边看得怎么样 当然辛苦啊 当然累啊 对他们来讲 我正捏盘 可是我过去的业还在 我今生躲不了的业还在 我还肚子饿 还会什么 拉肚子 我也会生病 这都是业力 我遇到仇人 是不是还有余 这就是有余捏盘 已经在捏盘状态了 但我还有余这些 那我请问你 到他一路真正的肉体 入灭了 就是所谓的 我们一般讲 圆极了 死了啦 简单讲就是死了 请问 他过去的业力还在不在 在不在 欠债的还在不在 还在 结果又要还了 从今而后不还 那叫做无余捏盘 他一定会入在那 为什么他不还 为什么他会入那个无余捏盘 为什么他会出离三界 因为他知道 我正得的捏盘 都还得还这些业力 那我现在 我如果再回来 我还不再被打一次 如果我们当时没打完的话 继续被打 还是怎么样 那我在有余 有余 我没完没了 所以我一定不再回来 所以不受后有 不受后有 不等于他的债 债已经欠完了 所以经上说 抵债 债不还 不还 听起来实在是很悲哀 对不对 所以只有福法 只有去成佛 才能把一切众生的债 全部还完 他就这样不来 我问你 有一个人欠你的会钱 欠了三百万 他移民到巴西里头的森林里头去住 你能够找谁 要 你找到警察去抓吗 他也没有现行犯 对不对 人家也不会为这种小小经济犯 做国际引渡 那你就怎么样 债也找不到这个人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你这辈子都讨不到债了 他就抵债了 有点这种意思 他出三界外 所以经上讲 出国就开始抵债了 所以对他来讲 在还没有真正 肉体坏掉之前 都可以生病 遇到恶元 遇到坏人 遇到过去的恶因缘 都都是有余的 在他来讲是有余的 是很不愉悦的 所以在这表现出他的态度 所以他宁可抵债 他也没办法 那就 所以我关于切皆空 可是那些业力对我不空啊 所以我得怎么办 我得再受完那个业力 对我来讲那是有余的 很辛苦 所以他一点都不贪恋死亡 活命这样的事情 要是有医生跟他讲 你逝齐了 对他来讲 平常的很 他反而还觉得有点喜悦 终于要结束有余捏盘 有余状态了 因为他一点都不害怕死亡 对不对 所以医生跟他讲 他逝齐了 他觉得耶 马上照相 留恋一下 他就去这态度 所以他毫不怎么样 毫不留恋活着这件事情 所以 世尊要入涅槃前 弟子们都知道 结果一个一个比世尊早入涅槃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我们见不得世尊入涅槃 干脆我们先走一步 这想起来很奇怪 老人家还没走你先走 这样子大不孝 华人是这个想法 他们那个印度大比丘们不是这样想的 他说人家佛多厉害得很 不用等我在那边帮他送终 我先走一步了 世尊拜拜 不联络了 我走了 就这样走了 他不联络了 真的不联络 三界外了 他不联络了 也没有留下赖的信 什么什么的 未来住的地方都没留 就这样走了 他们就是有余 他认为有余是很累的 能走早走最好 那世尊都要入灭 我理由充分 那我可以走了 他理由充分 说走就走 这就是圣文 大灿人不是这样子 我常讲嘛 那个 亲师父身体多顾一下 灰师父多顾一下 我们度众生难度 多留一点生命 度一点众生 不是怕死 是要多报佛恩 我都这样讲啊 你看看 那大阿罗汉们 报佛恩 才不要呢 我先走一步了 就这样 佛陀要露灭 你这大地子 不留下来帮忙一下吗 撑一下场面吗 少来 他没有恶意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想 真的就是不一样 真的就是不一样 懂意思吧 所以学不学大乘 要学 不然就是这样啊 老师无一个人 弟子们每个都成就 走光光 当年就有种这种感觉啊 那都是大地子 我当年在律上 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也觉得 是这样啊 要我 我走不开 我即便是哭 我也走不开啊 老人家还没走 我怎么好忍心走呢 我们的想法一定这样 但律上是这么说 他说他们才太悲心了 悲伤了 一直到世尊要走 心很纠结 纠结到不敢看 然后我就走人 你看有那个人间演八点档的 也是这样演的 有没有 那个老夫老妻 就说 不行 我一定要比你先走 因为我看不了 我输不了你在我之前死 我真的会输不了 我要先往生 八点档也是这样演的啊 八点档也是这样演的 我有时候想 真的会这样搞吗 就这样 有没有 那个老夫老妻 他演八点档就这样演的 他说他先死 他没办法看他老公死 他会受不了 好辛苦 有没有辛苦啊 也是这么说的 对啊 世间人就是这样子啊 他刚才好像这样骂人 像这样子啊 对啊 所以这是很辛苦 很辛苦 一有了感情纠结之后 这是很辛苦 对不对 他的理由是 他死了之后 牛脑会跟在 受伤 会寂寞 会没人照顾 你会 你会很寂寞的 如何这般 哎呦 实在是 太多这一类的 所以 阿罗汉们其实并不是没有感情 你看看 他的感情还是那么浓厚 浓厚到 不忍见世尊入涅槃 宁可我走 他也知道啊 这样先走 好像没礼貌 但是我受不了 我这么爱世尊 我受不了 你那我怎么样 对啊 所以他不受后友是这样 诸位 所以这个人间 你看他这样子 有时候蛮纠结的 所以说真的是 一定要 爱河尔千此浪 情海万丈坡 下面两句 欲免轮回苦 赶快练弥陀 要这样子才懂 好 那么呢 这个就是涅槃 有余 生文人的有余 是这个概念 有余 他的无余 就是肉体坏了 那真的无余了 我抵债 什么也找不到我了 就无余了 我不再余那些业 要去受 大乘不以这个角度 看有余无余 懂吗 他认为还众生的债 就是利益众生 那就是未来佛 我就成就他 我还债 我乐意去还债 不 不好说乐意 我随缘要去还债 了解吧 这是大乘人的悲壮之心 他是不是有点悲壮 说实在话 你为什么 你打开门一看 一望无际的冤心在主 你说你要度众生 那个门一打开 我告诉你 看不到边际 想不相信 相信 真的 看不到边际 那是很悲壮的 你要为一个人活一世 为一个人活一世 你要活多少世 那一群人的挂牌 是你过去的老婆 那一群人的挂牌 是你过去的老公 那一群人的挂牌 是你过去吃的猪 那一群人的挂牌 是你过去养的狗 那一群人的挂牌 你过去养的猫 通通欠他们 你该怎么办 一想就两脚发麻 所以是很悲壮 只有怎么样 只有入大乘空性正见 立一切众生 无有一众生可度 才能够怎么样 无时间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才能够这样 离四相 绝百飞 这个时候就没有千百万亿人 好让你度 你已经入于无声灭响 人我众生受者 四相皆无 为什么金刚经会讲 这四相就是这样 才能够讲到大乘般若 大乘的菩萨道 人我受者你都还在 你就在度一个烦恼一个 是不是这样子 门一开 每个都要为他过一辈子 我怎么办 你就会这样 所以非得要离四绝百 才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就近涅槃 这是大乘的大破涅槃 就是这样讲 所以完全跟僧文的 有余无余是两码之势 这就是教理的生前 所形成的 那种永恨的新量 这样了解吗 都里面 我 我 我 这